今天早晨 天父爸爸邀请我们 每一个人 做一件事情从来 你没有做过的 在敬拜的那一块 你要学习突破 你要学习突破 爸爸说孩子 今天早晨 我要加翅膀给你们 我要加翅膀给你们 我们一起开生 我们跟我们的耶稣说 耶稣啊我爱你 耶稣啊今天早晨 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 单单的来仰望于你 我们要举起我们的传说 说爸爸我爱你 我爱你 我敬拜你 我告绝你 哈利利亚祖啊 我们爱你 耶稣 耶稣全世界万有的主 耶稣全世界万有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温馨的依靠 永远都是你 耶稣 耶稣 耶稣全世界万有的主 耶稣全世界万有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我心的依靠 永远都是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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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别无所求 无人能与你相比 耶稣 我一切都围绕着你 只为你 耶稣 耶稣 我确认 生命的主 耶稣 我确认 生命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从起初直到最后 生命的救助 永远都是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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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认 生命的主 耶稣 我确认 生命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生命的救助 永远都是你 耶稣 耶稣 我心别无所求 无人能与你相比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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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宗星 我一切都围绕着你 只为你 我心别无所求 无人能与你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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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祢是宗星 我一切都围绕着你 只为你 从我心直到初天 耶稣 祢是唯一 我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从我心直到初天 耶稣 祢是唯一 我缺人为你 我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从我心直到初天 耶稣 祢是唯一 我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从我心直到初天 耶稣 耶稣 祢是唯一 我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从我心直到初天 耶稣 祢是唯一 我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一切缺人为你 耶稣 祢是唯一 耶稣 教会的主 耶稣 成为我 教会的主 耶稣 万喜 都要对白 万口要承认 祢是 救赎主 耶稣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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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喜都要跪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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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喜都要跪拜 万口要承认 你是居住属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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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呼喊耶稣的名字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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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你是唯一 我却要为你 一切却要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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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拿起号叫声 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唯一 一 二 三 一切却要为你 一切却要为你 在今天早晨 让我们拿头心内喜乐跟平安 我又心了在我心 我有心了 在我心 住在心裡無人能躲去 我有平安 在我心 我有平安 在我心 我有平安 在我心 住在心裡無人能躲去 我有平安 在我心 我有平安 在我心 我有平安 在我心 住在心裡無人能躲去 我有心的 在我心 只能聽到無人的口氣 我有平安 在我心 只能聽到無人的口氣 我要彈性的 讚美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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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聽到無人的口氣 我要彈性的 讚美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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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跳舞 我要來跳舞 回主跳舞 來跳舞 回主跳舞 來搖搖你的身體 我要來跳舞 回主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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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早晨呢 讓我們就一起來跳舞 我們跟著喜達來跳舞好不好 我們跟著他一起來跳舞 他怎麼跳 你們就跟他一起來跳 Amen 此為何要來跳舞 我要來跳舞 回主跳舞 來跳舞為主跳舞 來跳舞 回主跳舞 來跳舞 回主跳舞 對此無人的不止 我要來跳舞 回主跳舞 我被阻掉 死在心裡 無人能落寂 我有喜樂 我有喜樂 在我心裡 我有喜樂 在我心裡 死在心裡 無人在我心裡 我有喜樂 在我心裡 自由的跳 再來一次 我有喜樂 我有喜樂 在我心裡 我有喜樂 在我心裡 我有喜樂 在我心裡 有喜樂 無人能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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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次把產生歸給我們的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再次地跟你旁邊地說 主是你的喜樂 阿们 地宣姐妹 大家請坐下 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歡迎每一位出席今天早晨的 主路聚會的地宣姐妹 還有在線上的地宣姐妹 以及第一次來到我們的當中 或者是很久沒有回到我們的當中 但是今天早晨 你已經回到神的家中 這已經告訴我們說 上帝的恩典 天父爸爸的愛 在我們的心中仍然在引導著我們 哈利路亞 我們再次拍手歸荣耀給我們的天父上帝 那麼接下來呢 需要大家用一點的時間來留意一下 今天早晨我們的家事分享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恢復這個實體聚會了 再一次地鼓勵地宣姐妹 若是你身體是健康的 請大家勇敢地 踴躍地回到神的家中 來把握每一次我們能夠來參加主路聚會的 這樣一個恩典 所以請大家注意我們早晨 早晨的是早上八點到九點半這樣的聚會時間 晚晨呢就是七點到九點 七點到九點 所以鼓勵弟宣姐妹們踴躍地來參加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線的喜訊 就是我們要恭賀我們主內的魯真華弟宣與穩金姐妹 他們在十一月十三號增添了一位男寶寶 我們願上帝赐福他們 魯真華弟宣揮揮手下 他坐在那邊 但是呢我們也請繼續為著他的寶寶來祷告 讓他這個完膽病能夠下降到健康的這個水平 能夠也很快的出院 所以祝賀他們這個家庭 領受上帝滿滿的恩典 那麼早晨我們沒有太多的這個事項 要給大家來分享 那麼待會兒聚會完之後呢 我們在使徒走廊那邊 我們仍然有這個售賣食物的這個攤位 來支持我們荷莎娜幼稚園的事工 今天早上呢 有這個俠餅 有炸好的俠餅 還有那些還沒有炸好的俠餅 所以可以現在購買了 所以華人今年也不多久了 所以你可以先購買 也可以當作是送給別人的這個禮品 所以請大家踊躍的來支持我們 荷莎娜幼稚園事工的所有的這些事項 所以感謝讚美族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邀請這個招待員 來預備來收今天早上的這樣的奉獻 所以讓我們帶著喜樂的心 我們來把我們的奉獻 獻給我們的上帝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也可以用沙拉瓦配 還有線上來轉账 給教會的這些官方的戶口 這些資訊都在PowerPoint這邊 你可以看到的 所以讓我們帶著喜樂的心 來進行這個奉獻 我也要拜託的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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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喜樂在我心 只在心得無人敢躲去 我又喜樂在我心 我又喜樂在我心 只在心得無人敢躲去 我又平安在我心 只在心得無人敢躲去 我又平安在我心 我又平安在我心 只在心得無人敢躲去 我要谈心个 赞美耶稣 敬拜我们的神 来 赞美耶稣 谈心个 赞美耶稣 自己的无人能躲去 再来 我要谈心个 赞美耶稣 我们要来谈心个 赞美耶稣 赞美我们的神 来 赞美耶稣 谈心个 赞美耶稣 自己的无人能躲去 继续来 来 动动我们的神 来 让喜乐的灵充满我们 因为喜乐就是意志举好的两样 自己的无人能躲去 我要来谈心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来 跳舞 来 跳舞 来 跳舞 自己的无人能躲去 我有喜乐 我喜乐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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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的信仰无人的东西 因为我们再次呼喊 给我们的上帝来一二三 来欢喜的呼喊 欢喜快乐的呼喊 谢谢耶稣 师父 爸爸 我们感谢祢 祢是得胜的 祢永远得胜 祢做就委婉 不管局势发生什么事情 祢还是上帝 祢还是爸爸 祢还是掌权一切 今天早上我们把我们的四分之一 出手的果子 还有我们的信心的奉献 都纳上给祢 我们感谢上帝祢 已经让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 都经历到那种 就是出人意外的 那种的祝福和平安和丰盛 临到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上帝祢的良善 祢的爱在我们当中 我这是个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当你在祭不断的凭着信心 纳上十分之一 出手果子的时候 天父爸爸要为你们打开天门 这是祂的应许 祂要为你们撤着环虫 让那些偷窃你们产业的 完全的消失掉 所以你们所拥有的 就永远都是你们的 而且还是要存不但如此 还存留到你们的后代 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那个丰盛呢 不只是自己可以享受 这个丰盛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 因为爸爸就是那一个给予的爸爸 分享的爸爸 所以我祝福弟兄姊妹 你们就是如此的丰盛 你们就是如此的蒙福 你们就是如此的蒙天父的爱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我们派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感谢神 好的 弟兄姊妹大家请坐 我们感恩今天早上呢 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来 来到神的殿中 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讲到 使徒性的教会 家的能力 家的大能 我们这三个月来 我们往这四大方面去分享主日信息 第一大方面就是身份的恢复 第二大方面就是使徒性的教会 那么第三就是讲到家的重要 那么最后一块呢 就是讲到床分社区施工这一块的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讲到使徒性教会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很惊讶 哎 牧师不是讲使徒性教会吗 怎么会讲到家的大能呢 那我要宣告说呢 今天早上 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眼睛要被打开 耳朵要被打开 我们的心要开始明白天父的心意 当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的时候呢 你的信仰才能够活生生地继续走下去 才能够活生生地不断地经历到神 那么教会呢 才能够不断地往前走 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复兴 不断地前进 所以我宣告说今天早上呢 当我讲到使徒性教会的时候呢 我把重点放在家的大能 家的能力 the power of family 所以我 其实呢 我 昨天之前呢 我的信息的主题不是这个 昨天下午当我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呢 这个感动呢 就很深很深在我里面 所以呢我就决定呢 把它改了 那么当我讲到 当我们讲到使徒性的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来温习一下 上一回呢 我有跟大家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讲到使徒性的教会 Apostolic Church 我们来看一下温习呢 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呢 神的教会要从中派主义走向 使徒性的教会 那么这个中派主义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听了之后呢 我们再读出来 在温习的时候呢 这个启示呢 这个真理呢 就慢慢的沉淀 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一起来念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中派主义呢 123 中派主义是指信徒 因父亲母亲和家庭而结合 一旦意见分歧就分裂 而使徒此分是指信徒 因父亲母亲和家庭而结合 所以上帝现在呢 他在转型 步行他的教会 从这个中派主义的教会呢 前进到使徒性的教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 非常大的一个更新 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说 他的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是在于教会会不会继续分裂下去 分别是在于教会会不会继续被摧毁掉 教会会不会被杀掉 这个就是这么大的分别 可能我们老百姓呢 你说我都不管这一些 但是呢 这个的确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可能说怎么样讲呢 那我讲一个圣经的例子 那我们就会明白说 哇这个是有多重要 这个有杀伤力有多强 宗教 中派主义的教会 和使徒性的教会 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中派主义的教会呢 就是因同样的信仰 信念 教义呢 而合一在一起 一跟你不合的时候就分裂了 然后呢 就跟你一刀两断 然后就把你当作敌人 这一种的事情呢 世世代代呢 一直在发生去 多少的教会被伤害 多少的弟兄姊妹 神的孩子们被毁灭掉 多少的领袖也因为 也因为如此呢而沉沦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呢 这个信仰 我们错误的信仰 或者是被仇敌 切取掉的真理呢 今天呢 导致教会 变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讲到使徒性的教会 和中派主义的教会的分别 我说就是一个死一个生 这么大的对比 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个世代 大家都要读圣经 耶稣降生的时候 当时候呢 教会呢 当时候的宗教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宗教 我们知道当时候有很多的 很伟大的 读圣经的人 被上帝拣选 去教导百姓神的话语的人 就是那一些宗教师 就是那一些所谓的 法利塞人 他们 文士们 他们 他们天生不是坏人 他们是好人来的 但是他们的信仰 因为被这个中派主义的信仰所影响 所以他们想的东西呢 就是按照那一个东西 那个信念呢 当他们去活出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时候 你如果读圣经的话 你就会发现 当时候的祭司 文士 法利塞人做些什么 他们怎么活出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信仰就是定罪 就是控告 就是拆毁 就是毁灭 所以最后呢 为什么需要耶稣来 耶稣来把整个信仰复回来 让他回到正确的上帝的信仰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有看到那个严重性吗 当时候的那个宗教信仰 已经毁掉了所有的上帝的信仰 所以那些宗教师 那些的文士 那些读圣经的人 那些所谓的教会 宗教里面的领袖的 他们活出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 就是那一种毁灭性的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当然我们知道 你说他们也读圣经啊 他们也不是很爱上帝吗 为什么会变到这么极端呢 当一个信仰 回到变成传统的时候 变成律法主义的时候 那个信仰呢 就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信仰 所以为什么上帝一直要更新 一直要复兴他的教会 所以耶稣看着这些宗教师 这些文士 这些读圣经的人 这些领袖 教会的领袖 耶稣怎么样责备他们 耶稣说你们是粉刷的粉末 表面看起来很圣洁 很爱上帝 很好 很虔诚 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革新的当时候呢 整个宗教信仰 从旧约前进到新约 他把活生生的信仰 再一次怎么样 恢复在人间 这才是真的信仰 真的明白说天父上帝 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那么我们今天呢 教会又走了两千多年了 这两千多年来呢 当我们如果没有前进 没有更新的时候 没有革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可能又会 又会停留在这种呢 规条 这种呢 宗教思想里面的时候呢 教会呢 最后呢 又会变成一种 当然没有像 当时候旧约的祭司们 可能说没有那么样的严重 但是呢 我们如果小心去注意看一下呢 今天仇庭呢 也借着这种的宗教主义 宗教信仰 或者是呢 这种宗教的规条呢 已经把复活 把生命 把喜乐 把力量 从教会里面拿掉了 所以呢 教会留下来的是什么 留下来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教坛 一个 硬体的设备 但是里面的生命呢 怎么样子被仇敌夺了 都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要让弟兄姊妹明白说 你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讲 使徒性的教会 我不是注重这个名称 我要你明白说 使徒性的教会呢 上帝说呢 我要把教会呢 从这个怎么样 从分裂的这个思想里面呢 已经有革新前进到 是一个家的教会 是一个父亲母亲和家庭 为根基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第二点呢他讲说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使徒性教会是建立在家 和彼此连结的关系之上 一起继续念下去 使徒营造立月的家庭关系 因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是建立在父亲母亲和家庭的基础上 而不是教义的基础上 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呢 我们一直渴望教会复兴 我们一直渴望我们自己也复兴 我们一直渴望社区世界的转化 那么这个也就是上帝的渴望 所以上帝正在回应我们的渴望 神在预备祂的教会呢 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 成为一个能够转化社区的教会 那神说这个根基要先立好 如果根基没有先立好 这个教会复兴呢就不能维持太久 如果根基没有立好的话 这个教会去做社区转化的话呢 它也不会长久 最后呢会变成怎么样 可能一不小心呢 教会里面呢因为复兴 因为转化呢 因为种种的事工呢 可能会变成 教会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场所呢 教会可能会变成一个竞争场所 就是比赛的场所 怎么比赛呢 可能事工跟事工竞争 弟兄跟弟兄竞争 姐妹跟姐妹竞争 竞争什么 你的恩赐 你的恩高 所以让这一些 如果教会没有建造在一个 家的关系上的时候呢 一个家的关系呢就是呢 我不会跟你竞争 我会为着你所有的 跟你替你欢庆 替你高兴 我会复补你 我不会去批评你 我不会去论断你 我不会把你压下去 我不会把你踩在我的脚下 我不需要 我不会被你所威胁 这个就是假 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 你看看你自己的家 有爸爸有妈妈有哥哥有姐姐有弟弟有妹妹 一家的人 我说健康的正常的家 当然有很多列位的列外的家 你有没有看到爸爸 有没有因为孩子比他唱歌唱得更好听 而把他压下去 妈妈有没有看到女儿比他漂亮 就去批评他 就去摧毁他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爸爸看到孩子唱歌比他更厉害 爸爸会欢庆他 会支持孩子 跟他一起帮助他 让他越来越成功 这个就是爸爸 因为这个是一个家的关系 妈妈看到女儿比他更本事更漂亮 妈妈为女儿感到骄傲 妈妈不断的empower女儿 这个就是因为家 所以家的力量是那么样的大 家的力量是那么样的重要 只有家才能够容纳的下去 各有不同的恩赐 各有不同的才干 各有才华 只有家能够容纳的下去 每一个人的强点 只有家能够容纳的下去 每一个的弱点 今天若不是家的话 强点出来的时候 就彼此竞争 彼此你死我活 我杀你你杀我 因为强点出来了 这个东西呢 已经普遍上都在发生了 那么如果 如果不是建造在家的关系之上 弱点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强却去批评 强却去攻击他 强却去置他于死地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死 我就可以活 我可以强起来了 所以今天呢 在教会里面呢 如果我们没有明白 这个使徒性的教会 所谓的建造在家的关系上 真正的家的关系上 重要的时候呢 教会真的是 弟兄姊妹强点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分门结单 就开始分裂了 因为有可能有五个强的领袖出来 就分五派了 然后各自为政 因为我厉害 他也厉害 大家都厉害 那谁要做老大 没有家的观念 没有家的根基的话 就开始强了 就开始分裂了 所以我们发现呢 今天有太多的伤害 因为恩赐 因为强点 而使教会收选 那么我们讲到 教会完全不会完美的 绝对不会完美的 教会一定有很多弱点的 我们的后代一定有很多弱点的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后代有弱点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呢 如果是家的话 今天你的孩子有弱点 你会把你的孩子打死掉 不会吧 你会不会用报纸登出来说 我的孩子有多坏有多坏 你会不会置你孩子为死的 除非你是愚蠢 如果你是真的父亲母亲 你看到孩子有一些软弱 有一些缺点 有一些缺点 你会做什么 你会帮助他走出那个缺点缺弱 你会扶持他 你会陪伴他 你不会把他公开出来 你不会置他于死的 这个就是家 那么今天教会里面 有这么多的软弱 如果我们不明白 教会是要建造在家的关系上的时候呢 是建造在父亲母亲的根基纸上的时候呢 你看到我的弱点 你就开始批评我 你就会找更多的证据 你看有多可怕 可能我都没有那么软弱 但是你会想去找证据来证明说 你就是那么坏 我善加油 为了让你置于死地 为什么要让你置于死地呢 死地呢 有一个宗教的灵 就是什么灵 就是说如果我能够证明你有罪 我能够控告你定你有罪的话 就证明我比较圣洁 这个就是宗教主义可怕的地方 今天那种大发热心啊 为什么 就是把你证明出来 我们说抓奸在床啊 为了什么 为了高取我是圣洁的 我比你们众人都圣洁 这个就是宗教主义 这个就是宗教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呢 如果教会呢 我们如果教会不前进转型到使徒性的教会 所谓的使徒性的教会呢 就是教会的根基是建造在家的关系上 父亲母亲的关系上 所以我再说一次 如果今天我是你一家人的话 我有落点 我绝对不会承认说我是完美的 我有落点 但是你把我看作家人 你把我看作母亲 你把我看作我的姐姐 你不会自我于死地 你会在旁边陪伴我 你会帮助我 生活我的落点 这个就是家 这个就是家的大能 所以弟兄姊妹呢 使徒性的教会是一个家的教会 它可以产生出极大的大能出来 它也可以产生 若不然的话 教会呢 会产生出极大的毁灭 极大的毁灭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呢 因为这个信仰的没有更新的时候呢 导致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感觉到被伤害 所以我今天早上要宣告说 当真理被解开的时候 当我们恢复的时候 当我们更新的时候呢 我宣告说 教会不会再是伤害人的地方 教会也不会再是毁灭神的百姓的地方 我要宣告说 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 在这个地方 你被栽培 我被扶持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我知道你有软弱 我知道你也会跌倒 没有圣人在我们当中 但是呢 你跌倒的时候 我帮助你 我跌倒的时候 你扶我一把 你不会置我于死地 你不会去困命的 就是去找证据来攻击我 所以弟兄姊妹呢 今天呢 使徒信的教会 这是上帝所要建造的一个教会 这是一个家的教会 所以很多人就 如果一听到 一听到使徒信教会的时候呢 可能你一讲到说 家 使徒信的教会 是个家的教会的时候呢 或者说今天早上 我说家的能力的时候呢 很多的人呢 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已经把头脑关掉了 因为他觉得说 家 太女性化了 太没有误了 太没有魄力了 他就觉得说 许牧师你讲的这个使徒信的教会 不是我想要的 我要的使徒信 就是非常有魄力的 是那种 是那一种大有能力 是那有转化的 不是讲到家 因为对很多人觉得说 家太过女性化了 太过娘娘腔了 家太 哎呀 怎么会变得这么弱去 去讲到家 应该讲军队 应该讲占领 应该讲攻击前进 亲爱弟兄姊妹 我再 刚才我讲了 我再讲一次 如果今天 我们讲前进 去攻击 攻打敌人 我们去占领敌人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教会 但是 如果这个根基没有的话 我去攻打敌人的时候 我去占领敌人的时候 可能我不小心有一点弱点 可能你不小心 你有一些软弱 我这个 我这一个人 我这一个军队 如果没有被家保护的话 我出去 我一软弱 我会被走 我的命运是怎样 我出去打仗 我攻打敌人的时候 我占领的时候 我冲破的时候 我一不小心 我有软弱的时候 或者你有软弱的时候 请问结局是怎么样 结局是 弹死头 结局是钉死之家 结局是排斥 拒绝 伤害毁灭 请问 这一种的根基 你敢去攻打吗 你敢去占领吗 我的团队是谁 如果我的团队不是家的话 我不敢去占领 我不敢去攻击 不是攻击 攻打 因为我一出去打仗的时候 我后面如果不是家来支持我的话 我没有安全感 我知道我随时会被触败掉 我不知道我随时会被砍掉 因为我不是完美的人 我不是十存十美的人 今天我们讲 我们去转化 去占领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后代 我们说起来 去转化 去复兴 大学施工 当我们的后代出去占领的时候 去复兴 转化的时候 如果他们的背后 不是一个家在支持他们的话 你一听到风吹草动 你一听到一点点的东西 你就立刻怎么样 你思想想什么 如果今天你一听到一点风吹草动 我说风吹草动 不是真实的 哎呀这样某某人怎样怎样 请问你想什么 你是不是立刻说 他怎么会是这样 他是领畅的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去犯这样的错 然后你是不是开始 展开的一个旅程 就是侦探旅程 你去侦探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犯罪了 你去侦探一下他是做了多少次 他犯了多少罪 请问你是不是开始这个旅程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你就是宗教主义的思想 今天早上呢 我讲这个这么实际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听到风吹草动 你的立刻反应是什么 过去或者一般上的反应 怎么可以这样 真的是这样啊 那他不可以领敬拜了 或者是你怎么样 你就展开了一个侦探行动旅程 去证明他如你所听见的 你要置他于死地 证明他是真的如你所听闻的 的确实怎么样 如果你的思想还是这样的话 我不敢去占领 我不敢去施风 因为你随便听到风吹草动 关于我的时候 你就开始抗杀我 你就开始展开侦探行动 我不敢 你敢吗 没有一个人敢 因为我完全没有被保护 我没有被爱戴 我没有被遮盖 我没有被遮盖 任何的风吹草动呢 你就被磨杀掉 但是反过来 我再问大家 如果今天你听到一些风吹草动 是关于你的孩子的事情 你的亲生孩子 你的宝贝 请问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你会立刻怎么样 停生而出做什么 先保护好你的孩子 是不是 正常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你会立刻停生而出 保护好你的孩子 你肯定他 你复辟着他 你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不管是对跟错你 都不允许人伤害他 这个是父母的本性 这个是家的本性 你想尽办法把伤害减到最低 你绝对不会把他吹大去 你绝对不会去展开侦探行动 你绝对不会去定他死刑 置他于死地 虽然你知道 当你听到风吹草动 关于你孩子的时候 当然 智慧的父母 你会去研究一下 说到底我的孩子 是不是真的有做错了这些事情 你会去研究 你会去寻找 你研究和寻找的目的 不是置你的孩子于死地 你研究寻找的目的 是要帮助你的孩子 是要救他一命 是要救赎他 是要扶持他 是要陪伴他走过这个软弱 或者是我们说罪行 所以你看到家 跟不是家的分别有多大吗 今天我们 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家 我们一直在教导是一个家 我们表面上是说 你是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但是我刚才问的那一个题目 如果你今天能够回答得出来 就可以看得出你是家 你把教会当作家 还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协会 一个机构 一个组织 就是呢 我在讲一讲 你听到任何风吹草动 我们教会里面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是停生而出保护 还是你展开一系列的侦探活动 要去证明这个风吹草动的话是对的 然后你加言加粗 然后你落井下石 然后你把它砍掉 来证明什么 来证明你是圣洁的 只有一个 今天为什么人要做这个 这样的事呢 证明说我是圣洁的 我至少比你圣洁 所以弟兄姊妹呢 今天呢 上帝就是要复兴祂的教会 上帝就是要教会起来去占领 去转化 但是去复兴去占领去转化的后面是谁 是家 还是机构 还是协会 如果不是家的话呢 我们的后代没有元气出去占领 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元气去转化 因为太可怕了 太没有保护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背后是家的话 我出去 我会有软弱 我会跌倒 我可能会被攻击 都不要紧 只要有家支持我 别人怎么攻击我都不重要 家信任我 家帮助我 家保护我 一些姊妹 有家才有能力 有家才有保护 有家才能够发挥 没家的话 谁敢去做 我不敢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使徒性的教会就是要去转化 文化的教会 使徒性的教会是要做大事的教会 但是做大事的背后 如果没有家的话 带来的是伤痕累累 是分裂分裂分裂 所以神要把他的教会带回到他的信义里面 让教会能够转化 让教会能够占领 让教会能够革新社会 同时呢 教会能够被保护到 是一个家 只有家的关系呢 才能够使教会不断的复兴 不断的去转化下去 所以自己的姊妹 你看旁边的人是家吗 还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 你听到他的风吹草动的消息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把他当作家人 还是把他当作外人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 很清楚地看 我是把教会看作家 还是我把教会当作家人 我们来看 家是那么重要吗 我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 Chris Valente 的见 他的人生命中的故事和见证 我们知道他 我们其实讲台上 一直讲这一个人 你们就觉得说 这个人到底他是谁呢 他就是伯特利教会主教的领袖 他在比喻中生之下的 比喻中生是主席来的 他是第二位的 上个星期礼品牧师也有讲他的见证 昨天我就在祷告当中 神就一直告诉我说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把他的 他自己写的故事 取自于那本书叫做灵界战场 The Spirit War 他讲这本书里面他讲的三个见证 这三个见证就带出 家的重要性 家的大人 他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他的人生的悲剧 他实在是可怜 三岁爸爸就去世 然后接下来妈妈再改家两次 都是虐待他的后父 他最后呢 他好像离开那个家 但是呢在人生的成长旅程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转化了他一生 这么样 这么样破裂的背景的一个人 如果在美国的那一种文化 绝对是吸毒 绝对是酗酒的 绝对是homeless 就是流浪汉 你如果稍微去美国走一走的话 你看到大部分的人年轻 都走过这个旅程 吸毒 酗酒 淫乱 homeless 因为他们太过自由了 但是这个孩子 走过这么样的破裂的背景 他没有吸毒 他没有跌入到这一个罪恶里面 罪行里面 很神奇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生命成长旅程里面 有一个家人 这个重要的家人 不是他爸爸也不是他妈妈 是他的外公 这个家人 这个100%的家人呢 肯定和爱呢 保护了他 没有跌入罪行 没有跌入仇底的陷阱里面 而且不到如此 如今呢 他竟然是整个 他现在是国际领袖 他竟然可以带着世界的教会呢 领导世界的教会 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从家生出来的 如果没有家 这一个人早就沦落了 这个人如果沦落了 今天世界就逝去了 这一个顶尖的属灵的领袖 你看他今年60多岁的人 他不断的带着全世界的教会往前走 他没有读过大学 他说我学历没有 什么都没有 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 为什么 因为他成长的过程有家的保护 他讲第一个 他说他小的时候呢 因为父亲去世了 所以他的外公呢 就是非常爱他 他妈妈很辛苦 要做工养家 那么他们跟外公一起住 他说第一次 他讲他的第一个见证的时候 他说他外公很爱他很爱他 常常去到五金店 农村五金店 去买一些工具 去维修他们的农村屋子 他说每一次他妈妈都警告他 你不可以再叫外公买东西给你 你再叫外公买东西给你 我就打你屁股 所以他每一次跟着外公去买东西 他不愿讲的 外公就会自动的买给他 爱吧 我们的公公婆婆也是这样是不是 你都不用讲的 外公就叫他小冬瓜 小冬瓜 他说小冬瓜 你要什么吗 你要买什么 他说我不可以买 妈妈会骂 他说不要紧的 你买我 我当保 我保护你 所以他说那一天 外公又带他去 这一次他看到 他看上了一个铁锤 就是名牌铁锤很漂亮的 然后他想买 他不敢买 外公说不要紧 你买 包在我身上 他说妈妈会骂 不要紧的 你买 外公就买了铁锤给他 他就拿这个铁锤回家的时候 他说所有的铁锤 小孩子很顽皮的 所有家里有任何个铁锤都被他打 都被他敲打好了 因为农村物质 他说敲了两天 没有铁锤好敲了 太闷了 他就想了一个很有创意 他想我要去坐一个木头车 木头车叫什么 车 以前农村那种车 木头坐的 好像三轮车这样 木头车 他就想像木头车 他想去坐木头车 所以在邻居一动 他就拿着他的铁锤 因为家里没人 大人都去外面 他就拿着这个铁锤做什么 他就想一想 木头车是要木板 需要轮胎 他太聪明了 他就在农村里面走来走去 他的屋子农村 走来走去 他就发现他外公的储藏室 工作房 外公的工作房是木墙壁的 他就用那个铁锤 把外公的工作房的墙壁拆下来 一片一片把它敲下来 敲到最后他就用这个木板 来做那个木头车 然后呢有木板 没有轮子怎么办呢 他就想想想 他就把他的外公的那个割草机 割草机的轮胎拆下来 然后就装回装在那个木车上面 他就用他的想象力 他真的去做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到傍晚的时候呢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新的创造 就是一辆木头车 他妈妈先回家 问他你做什么 你这个木板从哪里来的 外公的储藏室的墙壁拆下来的 轮胎呢 割草机 他妈妈都昏过去了 他说你这被人去 轮胎拆下来的 有轮胎吗 他说你一定要去轮胎拆下来的 这是我们妈妈的表达 你一定会被外公打死掉 你怎么可以把他的墙壁拆下来 把他的割草机的轮胎拆下来 他被妈妈吓一下 他也很害怕 然后他就一直等他外公回来 驾着老牙车回来 那一天晚上 终于外公回来 外公看到他的东西的时候 外公就问他 小冬瓜今天过得好吗 他就开始有一点心虚说 还不错啦 外公看到他的产品就说 你这个木板从哪里来的 你的工作坊的墙壁 那你的轮胎呢 就有草机 那个外公喔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是不是破口刀 拿起臀条来打了 怕死你去吃鸡 外公没有 听他形容的时候 外公一边听一边笑出来 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可爱 怎么这么臭美 外公说小冬瓜 没事来 我们赶快去买几片三架板回来 把这个车房 把这个仓库的墙壁先把它装回去一下 他以为会被外公打死掉 外公不但没有打死他 外公还一直觉得很可爱很好笑 一起陪他去 来我们去买木板 三架板回来把车房做起来 他就讲了这一句话 他说呢 他成长的过程 我们来看他说 当你还不值得被信任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念 当你还不值得被信任的时候 如果有人愿意相信你 那会转化你整个人 当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看见这个见证的时候 他打进我的内心世界 今天教会需要的是这一种的父亲 这一种的母亲 这一种的外公 外婆 当我们还不完美的时候 还不能证实我们是完美的时候呢 你就愿意相信 给我一个机会 这个外公没有骂他 没有打他 跟他讲说 来我们去买三架板 把车房 把仓库的墙壁带起来 这个是他生命经历的第一个 家的福祉 家就是当你还没有完全的时候 家就是当你还没有完美的时候 家就是当你还在软弱做错事情的时候 家愿意相信你 给你机会 这个就是家 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弟兄姊妹 在转化复兴的旅程道路上 肯定会犯很多错 肯定会做错很多无辜的事情 我们身为家 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的反应是定他为死罪 把他拒绝掉 还是像这个外公这样说 小冬瓜没事 我们去吧 把木板买回来 我们把仓库的墙壁再建造起来 这是第一个他的生命的故事 第二个呢 他讲他的外公很爱他 所以有一年的圣诞节呢 外公就买了一架 给他做圣诞礼物 十多岁的孩子 他说外公也很爱他 在那个农村里面 在一棵树上 带了一间木屋 带了一间木屋 在树上给他 他外公有多很爱他 他说那一个木屋在树上的树屋 树屋有什么就有什么 有厕所有样样都有 非常美的 他很喜欢那个树屋 那么他说有一天呢 他突然间发现呢 这一个树屋 这个树上的屋子呢 旁边有一棵树的树枝 伸过来 插到他的木屋 他很生气 他很愤怒 他就骂这一棵树 你竟然这么大胆 谁叫你来盖架我的木屋 我的树屋 所以他就骂那棵树 他说今天我要你的命 我要把你扒掉 因为你怎么样 你伤害了我的树屋 我的树屋 所以你知道他想象力很丰富 他就做什么 他愤怒的时候 他说就去汤库里面 拿了40尺的铁链 绑在那棵树的树干上面 另外一端呢 绑在哪里 绑在他的Honda Motorbike上面 他就开 他就怎么样 他想用那个Honda Motorbike 就是压了油门 接一二三 就冲啊 你们想象那个后果是怎么样 铁链一边绑在树干上 一边绑在他的Motorbike上面 他就驾着Motorbike 油门一踏冲啊 你们说发生什么事 他冲的时候呢 那个树一点都没有动到 他整个人飞到天空中这样 飞到四脚朝天 可能是农村的 没不是杨夷 还好 哇他爬起来 他很愤怒 哇他说我这一次整不死你 我还要再把你整死掉 我一定要把你罢掉 我一定要对付你 所以他这一次呢更生气了 他讲说我把铁链板在树干上 罢不掉你 我现在要把 下去拿更长的铁链来 他说我把铁链板在树 树尖上面 就是树的尾巴上面 这样比较软一点 他就把铁链放在上面 绑在上面 另外一段呢 他就又绑在他的Motorbike上面 他想说再次用他的Motorbike 把这个树拔起来 这一次呢他又同样的做 他就踩了油门 一二三就冲啊 这次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那个铁链板得太紧了 那冲击率太大了 这一次一二三冲的时候呢 他自己飞起来 Motorbike也逐步飞起来 这次Motorbike在空中 转的铁链飘下来 他也转的铁链飘下来 所以 树一点洞都没有 还是没有 他没有打倒他的敌人 他想我不放弃 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他做了第三 他就开始想 他做另外一 他就想说 既然我的Motorbike打不倒你 我就要想 他想他把他的外公的拖拉车 拖拉车就是 他的外公有一架那个TRACTOR 一架TRACTOR拖拉车 他就回去 十多岁的孩子 他本来是不可以驾拖拉车 拖拉车很大型的车 他就回去把外公的TRACTOR 驾过来 他就用铁链绑在树上面 然后另外一架 绑在他的外公的TRACTOR上面 然后呢 他就开始架着那个TRACTOR 要用TRACTOR 前面那两个东西 把耙子 他说要用前面那两个耙子 把那个 整个那个树拔起来 把那个TRACTOR的 有TRACTOR的照片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 这是新款的 不是他外公的 他外公都很老了 这个就是TRACTOR 前面不是有两条铁吗 他就是又这样子做了 他就把那两条铁 就是绑在那个树上面 他架着那个TRACTOR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这个TRACTOR 不是前面那个可以这样拿起来吗 就把它 就好像拿货这样拿起来 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 抬起来的时候 铁链板得太紧了 铁链板得太紧了 结果树没有断掉 没有霸起来 什么断掉 TRACTOR前面那个耙子 这耙子就是 那个耙子怎么样 断掉了 就是前面那两个铁 全部前面断掉了 他那个时候突然间醒过来 这一次真的是闯祸了 这一次真的是闯祸了 他已经心虚了 很害怕 因为TRACTOR嘛 不是摩托板 不再是木板而已 不是割草剧 是TRACTOR 是那个 这样子的那个TRACTOR 所以是很重要的 对他外公来说 他很害怕 他回到家 躲起来 但是呢 总是要见外公 傍晚外公回来 外公就 就又找他了 小冬瓜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他这次不敢讲 他真的不敢讲 他外公看到脸色不一样 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冬冠年还好 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从事招来 带着他的外公去看那一架tractor tractor的那个前面 那个已经断掉了 摆在地上 然后那一辆tractor停在那一边 他的外公看到那个tractor 断下来的那两片铁片 前面那个牙齿 我说是两个牙齿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心里面在想 我这一次一定被外公打死 一定要怕死 这一杯哪公里怕死 我一定会被外公打死掉 他的外公 竟然 看到那个情形也真的是很惊讶 怎么会喘这么大的过 他就问他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怎么十多岁的孩子会 做这么大的事情出来 他的外公没有骂他 没有打死他 他的外公说什么 小冬瓜 小冬瓜 没事 我很早以前 就本来就要教你怎么 铁焊 我本来就是要教你怎么 焊铁 把铁跟铁焊起来 就是都没有机会 现在那个铁片两片被你弄断了 正好是机会 正好是机会 我教你怎么去把这个焊起来 把这两片铁片再焊回去 在那一两片铁片上面 这个就是外公 这个就是家 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胖外婆娘他说什么 爱能 起来念 爱能 遮掩许多的罪 和这些 东西比起来 我比他们重要 这个就是家 家 是这样子想的 小冬瓜把我的 前面那两片 拔子 弄断了 如果我是家人的话呢 我会说跟他讲什么 不要紧 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比你重要 你才是我最重要的 拔子断掉了 我们可以用铁焊 用焊把它再焊回来 这个就是家 今天的使徒性的教会 家为根基 我们看到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基 我们的 后代 包括我们的领袖 我们都会有一些犯错的时候 都有软弱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 看他是家人的话 我们对他的回应是说 没事 这些东西 坏掉了 或者是你做出了这件事情 永远不会比你重要 你永远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家 家的反应 让这个孩子不断地前进 最后他今天是世界级的转化者 他讲第三个故事 见证了 他说 他们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 所有的表兄弟 堂兄弟姐妹都会来到农村的家 跟外公外婆一起过圣诞节 那一年 他的外公其实没有信主 就是在死之前的 死之前最后一年外公才信主 这一个旅程里面呢 他外公都还没有信主 那一次的圣诞节派对的时候 他们这个家族的习惯就有喝酒了 所以他的外公就把他的什么车 他就把他的truck 两吨的truck 我不认为两吨有多大 中医你的罗里多大 两吨吗 没有两吨 中医的罗里没有两吨 他说他的外公的老罗里车 两吨 这是我在 Google上面找到的 就是这样子的 两吨的罗里车 他的外公的两吨的罗里车的钥匙给他 他才十多岁 他说你驾这个老牙车 又是老牙车 他说你在表姐表弟表妹去玩 去公园去菜园去果子园玩 他就很炫耀 他就拿着锁石就去驾这个两吨的truck 然后表姐表弟表妹就坐在后面 七个女生 不知道有没有男生 然后他就因为那个路很浪 一路上都很多烂泥 有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说紧张卡住在烂泥巴上面 他叫他的表姐表妹 那就是市区来的表姐表妹 他是三八老 他这些都是市区的小姐 少爷小姐 他说现在车卡在泥土了 你们下车推这个truck 那些小姐少爷 谁要下车帮他推 没有人要去推 他说如果不推 我们就回不了 你们全部要下车推 结果没办法 全部那些大小姐前进 下车推那个truck 因为卡在烂泥里面 一推你知道那个油门 一踏所有的怎么样 那个烂泥就全部 飘回来了 所以他在表姐 在前进小姐 全身都是泥土 那都还不要紧 他说走到一条小路的时候 因为他太过冒险了 走到一条小路呢 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的 旁边是悬崖 山谷 另外一边是河流 意思就是说 不能转弯 一不小心不是跌下去这边 就是跌下去另外一边 在那么危险的时候 他才醒过来 他要把车 goes down 不能前进 也不能转弯 只有goes down goes down好像好多里 不知道几里 他跟我说十多里 就慢慢一直goes down的时候 他把一个车门 因为车门要 不知道为什么车门要开住 然后他一边 可能让他可以看得到吧 他说你没有开车门 好像应该是说叫他们 把后面那个门的车门 一边开了 帮助到他家的goes down 一边家的时候goes down 那个车门 开住的车门 突然间就打到一棵树 因为那个路很窄 那个车门 起伏掉下来了 掉到一半了 只剩下一半的车门了 他心里想 糟糕了 外公的两吨的楼梨车 车门被他弄坏了 掉下来了 掉到一半了 他心里很害怕 但是终于他 把他的表姐表面 全部这些千金小姐 全部再回去 再回去就说他们全身都是泥土 然后惊吓 尖叫 喊 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最后到了家的时候 他的叔叔就破口骂他 因为表姐表妹就控告说 他差点害死我们 他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当然叔叔一定会生气 一定会骂 所以他叔叔就破口骂他 就说你这个垃圾 你这个小丫头 没有用的孩子 差点害死了我的女儿 我的孩子们 但是呢 就当他公公 叔叔们在骂他的时候 也是正常的啦 当然如果你是叔叔 你也会骂嘛 他的外公出现 外公跟他讲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我来处理 就是说叫他的叔叔就是外公的孩子啦 你们进去 这里是我 我来处理 所以呢 他叫他的叔叔们进到屋子里面 我来处理 外公说我来处理 外公没有骂他 外公跟他讲什么 小冬瓜 没事啊 我很早就想把这个两吨的车车 倒列车 我很早就想把这两道门拆掉 因为 因为怎样 因为很挨手挨脚啊 上车还要开车门 他说我早就想把两个门拆掉 比较快 比较方便 就坐上去 就不用开车门嘛 他说 想不到你今天帮我一大门 把我的一道车门拆下来 另外一道车门 来 我们一起把他另外一门 一个门也拆下来 这个就是他的外公 所以他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什么呢 我们来读这个 我们一起来念 虽然我经常犯作 但他仍旧爱我 他从来不会让我觉得 规矩比我们的关系更重要 他经常纠正我 但绝不惩罚我 他的外公纠正他 有纠正他 有discipline他 没有惩罚他 纠正他 就是帮助他 从错综学习改过来 惩罚是定他的罪 是羞辱他 是置他于死地 我们看到他说呢 他的外公呢 从来没有让他觉得说 家的规矩呢 或者是任何的规矩 比他跟外公的关系更重要 这个就是家 当我们犯规的时候呢 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把规矩 看为比关系更重要呢 如果我们把规矩看为 比关系更重要的话 那这关系就死掉了 就毁掉了 所以呢 今天呢 神要建造的是个使徒性教会 这个教会呢 就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犯规的时候呢 我们 会去纠正他们 会去帮助他们 我们改过自信 但是我们不会去惩罚他们 我们不会去迫害这个关系 因为关系永远 家的关系永远是最重要的 家的关系带给我们安全感 家的关系给我们元气 家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 所以这个Chris Valentine 牧师呢 他成长的过程 因为这个外公呢 使他整个上帝赐给他的生命的命定 和恩赐和慈分呢 今天呢 都可以活得出来 今天如果不是有一个家人 如果不是有一个家 我想Chris Valentine 早就灭完了 今天基督教里面 也没有这个伟大的领袖了 同样的 今天我们当中呢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 我们神在预备我们 成为另外一个转化者 另外一个革新者 另外一个顶尖的领袖 另外一个爱主的牧师传道人 神都在培育我们 这些人能不能够成功地活出来 能不能够成功地出人头地 就看这里是家嘛 你是家人嘛 如果这里是家 孩子就有盼望 后代就能够勇敢前进 如果这里不是家 没有人敢去战场 因为战场本已经辛苦了 回头来 家没有 没有人指指的时候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呢 家是那么重要吗 一起来念 只有家的关系 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使人自由地发挥 创意和梦想 也与神同享意象 更深经历到圣灵的作为 这个就是家 有安全感 我们也包括所有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后代 他们才能够勇敢地去怎么样 做梦 发挥他们的意向 发挥他们的创意力 因为有家 说孩子不要紧 前进吧 失败了 有老爸顶你 不怕 失败了 家是你的后盾 我们永远陪伴你 支持你 所以只有家呢 带给一个真正的安全感 我们待会要看那个PowerPoint 家带给安全感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作为 所以我们一直相信 复兴是圣灵的作为 是圣灵的工作 我怎么能够很有安全地 来领受圣灵的工作呢 除非我 我有安全感 如果我在这个教会 我有安全感的话 我就会很自然的 很有保障的 让圣灵在我生命中 让圣灵在我生命中 发挥到灵力尽止 我不会害怕 因为有家的肯定和安全感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PowerPoint 说家呢 来 现在就一直放PowerPoint 不要放我了 家呢 带来什么 安全感 在下面一个 这种人际关系的安全感 创造一个吸引神 赐下启示的 有多宝贵啊 我们过去以为说 安全感就是安全感 想不到安全感吸引什么 吸引上帝来的启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到教会 有上帝的启示 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看到上帝 新的作为在我们当中 这个根基是要有 家的安全感 有家的安全感 这个人际关系的安全感 创造一个吸引神 赐下启示的环境 我们一起读一读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二三 这种人际关系的安全感 创造一个吸引神 赐下启示的环境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天父的心意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上帝要做什么 如果有家关系的安全感 自然呢 吸引了上帝的启示 为什么伯特利教会 那么多的启示 为什么伯特利教会 有四十多种的事工 不断地在发展 我请明年把那个话拿上来 为什么伯特利教会 这么样复兴 这么样成功 复兴的二十多年 没有停掉 一般上的复兴 只有复兴一年两年 因为他们是建造在家的关系上 比如众生是父亲 不是一个领袖而已 他是一个父亲 你知道我去美国 伯特利教会呢 他下面有四十多种的事工开展 都在这个父亲的遮盖之下 很多事工他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他支持他们 他身为一个父亲 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 陪伴他们 有错吗 有 有暖落吗 有 但是呢 他们从来不定罪 从来不羞辱 他们有的 就是纠正 就是鼓励 就是empower 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 上个星期 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画的 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在台下 我吓了一跳 我惊叹 怎么会画得这么样卓越 怎么会这么厉害 我要带出来的一个东西 不是这个画 除了这个画很美 很惊叹 这个是很高水准的人 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像安牛促成这样 我一到伯特利教会 我每天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真理的启示 真理的下载 让我整个人都惊叹 惊讶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以前的老师都不是这样子教我 以前我的诠释都不是这样子的诠释 也不是这样子的解释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真理的启示 真理的更新 教育 信念的更新 就是整天让我吓到 外在我可以看到的东西 也很多 我其中看到了 我一到学校上课的时候 看到台上有人画画 我从来没有看过画画 如果这四年来 不是我把这个东西带回来 你们应该也没看过 四年之前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prophetic art 我只是有听过 沙巴有一个牧师说 他想画画来治疗孩子 他跟我分享 他想往这一个专业去发展 我到美国的时候 看到台上的人画画 我就立刻拿起手机一直拍 我就跟那个牧师讲 我在美国看到你的意象 我说他们的东西 实在是太神奇了 不是这个画美而已 这个叫做prophetic art 当然我们还没有训练出 我们的团队出来 我要讲的 这一个prophetic art 如果没有被启发出来 如果伯特利教会 或者是其他教会 没有从上帝那边领受这个启示 就没有人去发展 因为有启示就去发展 如果没有启示 今天这些的才干 才华 恩赐 十分都埋落在哪里 地图下面 这个就是仇敌要做的 上帝要启发 上帝要uncover 上帝要启动 上帝要给我们下载 今天 我感恩那天 我坐在下面 我太感恩了 不是说我一点都不厉害 我说如果 当初我没有去美国 今天这么宝贵的 属灵的产业 在我们当中 都还是埋在泥土里 谁会知道他会画 谁会知道我们当中 有这么好的 先知性的画家 我只是讲其中一个事工而已 我不是单单 只是高取这一个 我不高取他 我是高取上帝 这个就是启示 我们正在训练他们 用这个画呢 画得很好 我们正在训练他们 怎么样用这个画来发预言 所以上帝要老师来的时候 不是说画来医治人 画来帮助人 服侍人 为谁 谁是第一个 制造这个东西的 谁是第一个 把这个先知性的画 带出来的 那一个人 他领受到启示 他勇敢地去发展 这个事工出来 今天祝福了全世界 今天来荣耀神 这个就是启示 我们派在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 这一种的启示 在我们当中 多得不得了 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还有更多更多的启示 还没有让我们眼睛看见 不是没有 是有 他怎么能够被看见出来 他怎么能够被发掘出来 这个教会必须要有一个安全感 安全感吸引 上帝的启示下载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下面一张 启示第二行 启示是因人际关系所结的果子 而非努力研究所得的果子 天上来的启示 不是拼命读书读出来的 天上来的启示 是因为 神际关系的安全感 使我们的 弟兄姊妹勇敢地去发挥 勇敢地去做梦 这个就是使徒性的教会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耶稣说呢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我称你们为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仆人不知道天父的心意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再下去了 这个讲到说呢 如果我们要发明一个东西的话 它要不断地 叫做英文叫做什么 Test Try and Error 就是我们要给一个人发明家 我们要给他机会 让他不断地去试一下 失败了不要紧 再来 做错了不要紧 再来叫做Try and Error 仿佛的试验 错了再做过一次再做 今天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家给人家机会 错了再来 软弱了再爬起来 家不会定人的罪 家不会把你推到桑牙去 家不会致你于死地 我们来看呢 家允许错误软弱 给予数不枉的机会 请问你是父母 你是不是这样子看你的孩子 每一个摸摸父母心 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对待你的孩子 如果你今天把教会的孩子 当做你的家人的话 你也会这样子的对待 教会的弟兄 教会的姐妹 我们看到家带的安全感 它吸引天上的启示 最后就是创造 creation production 今天教会要转化 我们要去影响社会 神给我们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去produce 去create 要怎么样 教会怎么能够produce 怎么能够create 有家的关系 有那个安全感 我们来看下面 如果我们坚持 零瑕疵 就是geral defect 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 完全不会做错事情 完全没有软弱 我告诉你 这个教会没有production 没有creation 绝对不会有产品出来 因为没有人敢去化名它 我们来看下面 中派主义看什么 零瑕疵的政策 不容许创新发明 而歧视的过程 软弱的存在 在宗教的历史里面 就是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复兴起来 就是因为信念的曲解 把那个复兴杀掉了 灭掉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再下去了 一起来念 使徒看重冒险 因为知道信心是要冒险 唯有愿意冒险的信心文化 才带来证明 你会不会鼓励你的孩子说冒险 孩子不怕 take the risk 家 保护你 支持你 我们来看下面最后 使徒性的文化 发展策略和家能力的方法 来帮助人勇敢为自己的选择 负责任和收拾后果 当有家的时候 给我勇敢 勇敢什么 勇敢去冒险 勇敢去负责任 勇敢去收拾我的后果 如果我打砸了整个局面 我做错了事情 我如果有家的支持 我会勇敢地去把那个打砸的局面收拾起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如果你家有安全感的话 你孩子会勇敢地去发明 你孩子会勇敢地负责任 你孩子做错事情会勇敢地面对 如果家没有安全感的话 孩子做错了就意味地逃避 别躲惨 意味地逃避 就是说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为什么 你的孩子如果一直防疫 我没有做错 我没有 因为你没有给他安全感 你没有给他机会犯错 你没有保护他 说孩子做错事情不用怕的 勇敢地说 这个就是家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 家给予缘情 后面呢 这个是我今天晚上早上 最后一个slide 家带来安全感 安全感的关系呢 吸引天上的歧视 就使我们能够创造 能够生产东西出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给予机会 我们给予他们远期去冒险 而且我们给予他们远期去负责任 所以使徒性的教会呢 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教会 我们训练他们勇敢负责任 不怕做错事情 不要逃避 面对了 我不会定你失罪 我会陪你走过 这个就是家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请彼方代我们唱一首诗诗ies 今天早上 家是那么样重要 使徒性的家 是那么样的重要 na jcao le juan 万喜都要毁白 万口要承认 祢是祝祖耶稣 耶稣 敬拜祂 我示范家的关系在我们当中 我示范家的安全感肯定在我们当中 今天早上我祷告天父爸爸那种的爱 家的关系放在我们当中 万喜都要毁白 万口要承认 祢是祝祖耶稣 耶稣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祢是祝祖耶稣 成为我教会的主 万喜都要毁白 万口要承认 祢是祝祖耶稣 耶稣 我心也无所求 无人能与祢相比 耶稣 耶稣 祢是祢是祢 耶稣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祢是祢 祢是祢 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 耶稣是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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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够让耶稣 让我们的神 就像父亲这样 无条件的爱临到你的时候 你接纳他 你能不能够接纳父亲那无条件的爱在你身上 就好像克里斯牧师他的 外公那种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肯定 让这个孩子 一生成为一个 一生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领袖 为教会的开拓者 这个无条件的爱 今天早上天父爸爸要领导我们当中 因为只有当我们接受这个无条件爱的时候 我们内心那个缺乏 爱的缺乏就能够填满 那我们就能够与 家的爱 父亲的爱 母亲的爱 来爱旁边的弟兄姊妹 来爱我们的后代 感谢天父爸爸 好不好就是我们一起开口你说爸爸 我接受你那无条件的爱 你让我成为一个孩子 儿子 你也让我建立一个家 在这个教会里面 天爸爸说我愿意成为这个教会的儿子 这个教会的孩子 这个教会的父亲 这个教会的母亲 我要勇敢把这个教会的家建造起来 把家建造起来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感谢神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祢 祢的真理被解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祢的爱 我们看到祢的美好 看到祢的良善 祢要的就是一个家 因为这个家给予我们后代 给予我们每一个人100%的安全感 我们不怕做错 我们不怕软弱 我们会勇敢的去冒险 我们也会勇敢的负责人 我们也勇敢的收拾 我们所打杂的局面 因为有家的支持 爸爸祢说使徒性的教会 是建造在家的关系之上 谢谢祢我祝福这些每一个孩子 有安全感 愿意成为孩子 愿意成为父亲 成为母亲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我们派上荣耀会给我们的神 给我们的家人一个微笑 给旁边那个人一个鼓励一个肯定 我们上帝祝福你们 如果有人需要我们祷告的 你可以过来 上来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 上帝祝福大家